你們誤國 你們害命 你們會從你們的口袋裡面 拿錢出來給台灣人紓困嗎 把我們瘋到沒飯吃 是誰害的 鐮刀黨就是鐮刀黨 只準備一把鐮刀到處收割 照唐鳳 還安心捐彩的 笑死人 笑掉人家大牙 再講一次 笑掉所有人的大牙 老百姓快活不下去了 你們還要在政治計算嗎 不怕鞭打雷劈嗎 什麼樣的謊都敢講 什麼樣的活路都敢打 不怕老天爺找你們算總帳嗎 然後我們的指揮中心告訴我們說 因為Delta的肆虐 國民黨團多次要求指揮中心 馬上去把一二劑買足之外 也要去搶購未來的第三劑二代疫苗 結果指揮中心又說了很多謊之後 現在說明年後年開始畫大筆 要去買二代莫德納 為什麼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大家都去訂Novavex 而且他很快9月就可以出來了 可能是最快的 為什麼不訂 又是為了你那個面子嗎 不值錢的面子嗎 因為你之前說謊被人家拆穿了嗎 因為叫你去訂Novavex 你根本沒有採取任何動作 被人家揭穿了以後 你就不再去訂了嗎 為什麼不訂二代BNT呢 Novavex 二代莫德納 二代BNT 你都應該去訂 看哪一個疫苗最先出來 馬上搶購 讓我們在最短的時間裡頭 打到第三劑 一劑二劑 應該在中秋節之前完成 第三劑也應該在明年上半年完成 否則的話 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 人家郭台銘是拿他自己口袋裡面的家產 拿出來買疫苗給台灣人 你們故國 你們害命 你們會從你們的口袋裡面 拿錢出來給台灣人紓困嗎 把我們瘋到沒飯吃 是誰害的 你會拿你家裡口袋的錢 拿出來給台灣人紓困嗎 你不會 而且你們疫苗都已經打好打滿了 你繼續坐在總統府行政院裡頭 吹冷氣、坐黑頭車 享受高官俸禄 不管百姓死活 更讓我們大家無法接受的是 還在造神 鐮刀檔就是鐮刀檔 只準備一把鐮刀到處收割 造神造什麼神 造唐鳳 還IT天才勒 笑死人 笑掉人家大牙 再講一次 笑掉所有人的大牙 這叫做什麼IT天才 IT天才 所做的每一個平台 第一個 慢半拍 慢太多拍 第二個 上線 永遠大烏龍 老虧老虧 隨便一個坊間的工程師做的都 都比你唐鳳搶幾百倍 笑死人了 拿這個東西去跟人家講說 我們台灣是科技大國嗎 亞洲戲谷嗎 就憑這種 上得了台面嗎 每天開台灣人的玩笑 我們多可憐啊 一天到晚上去登記 結果登記完了之後 原來通通都是假球 發現說 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平台 也根本沒有什麼技術難度 一定要拖到天荒地老 出來了以後 又一大堆烏龍跟錯誤 最好笑的是 昨天居然告訴我們說 哇 有100多萬人要打AZ啊 民進黨高興的要死 結果呢 原來只有6萬人 你怎麼不拿這個出去 大內宣大外宣 人家還以為 全台灣最厲害的科技人才 做出來的是這種東西 你不是丟台灣人的臉嗎 你們除了丟台灣人的臉 毛台灣人才 泡台灣人的命 請問蔡政府你還可以拿起來 然後再拿著一把鐮刀到處收割 台灣人自己努力的成果 我們的企業家 大方捐贈的成果 結果呢 林伯峰董事長工商大佬 徐聚東董事長工商大佬 通通跳出來講說 他們早就跟蔡英文講說 他們也可以買疫苗來捐贈啊 政府說輪不到你啦 這個政府來就好了 結果呢 這是什麼政府 所以今天 國民黨主張第一個 不要再騙 不要再畫大餅 請十二中心立即公布你採購疫苗的到貨時程 為什麼不敢見光 為什麼不敢讓我們大家看到 你的約到底是怎麼簽的 不會簽約 早會簽約的人去做 不會買疫苗 早會買疫苗的人去做 不要再擋在那邊 第二 我們要求全國疫苗施打 線上的登陸系統 以及民間捐贈疫苗 應該要有單一聯繫的窗口 老百姓快活不下去了 你們還要在政治計算嗎 不怕天打雷劈嗎 什麼樣的謊都敢講 什麼樣的活路都敢擋 不怕老天爺找你們算總賬嗎 好文化 居然不怕 置在那邊 真的不怕 那些朋友 所以想問一下